以上十分之十分之一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Angel和Andy 上一集我們跟大家說了物價方面 今集我們想和大家談談溝通 因為你要移民去一個新的地方住的時候 語言一定是完全跟你住在香港的不同 其實我們已經很好,來到台灣 起碼大家都是用飯看中文 但是在快音上始終都是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其實應該是不同 已經叫做好過去講英文的地方 或者是更甚者去韓國、日本那些 除非你說你是熟那裡的語言 那你去到就可能沒有那個問題 但是你始終那個母語不是移民那個地方的時候 經常見網上有些人就說 我完全不懂那個語言,我都照在那裡住得到 我相信會有這樣的個案 有 但是去到一些緊急的關頭的時候 有時候未必Google Translate可以幫到你忙 有時候Translate都不會那麼清楚 移民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去看醫生或者你去銀行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說呢 有沒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怎麼問呢 所以這些事情一定要考慮 不過現在的AI那麼厲害 可能查GBT 可能會幫到手 很火燃啊 這個很火燃啊 這個很火燃的話題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在拍完影片講一下 好 那我們分享一下幾個 在台灣住得久了 一定會面對的事情 那我先講去銀行先 那其實去銀行之前呢 我都預算是會跟香港很不同的了 嗯 是的 是的 所以我記得第一次去銀行做東西的時候呢 我是用了很多時間去跟她說我想要做些什麼 嗯 但是她又多有耐性的 她嘗試了解我想做些什麼 最終是做得到的 是的 那變了就 跟我預期都是一樣的 是啊 因為始終她銀行是不是有一些 那些術語啊 跟我們平時香港是很不一樣的 真的很不一樣的 我有試過跟她講英文的 那可能 我講英文不是講句子的英文 是一個單字 譬如說withdraw 就是這些單字 那可能我反應不太好 那變了有時候都要再 最終都是要用很多 即是用不是說很多的 一些body language 現在 有沒有寫字 有啊有寫字 那最終才能做到我想去做這件事 是的 但是很老實講 其實這件事去多幾次呢 因為你去銀行說真的 你做來做去都是那些的 是的 那你做多幾次 你全部撞過板了 那你下次就會知道 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就 開頭是會辛苦些 但是之後慢慢就習慣了 第二件事 又是必須要的 就是一定會在台灣看醫生的 是的 在台灣看醫生 我覺得 我記得那時候 我也是很害怕的 第一次去看醫生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第一次看醫生 是皮膚敏感 是的 第一次看醫生 我國語不好 那就 幸好 因為我以前呢 就經常跟台灣人呢 打Online Game 噢 所以呢 在書面語那方面呢 我都打得到的 是的 是的 那我記得去看醫生之前 因為我第一次看 又怕自己國語說得不好 而醫生不明白我到底什麼病 那我記得我很有心機 打另一篇文 是的 你好像有跟我說 是的 就是 就是 我想著呢 In case他真的不明白我什麼事的話呢 我就給他電話去看 嗯 結果呢 我是真的給他那篇文去看的 哈哈哈 接著醫生不看 咦 醫生說 其實我明白你說什麼 噢 現在太好了 是的 講起病這件事呢 到現在為止呢 我都不太知道其中有個狀態 為什麼 是用國語怎麼說 我嘗試看一些網友 知道我怎麼說 我都顧一下 嗯 其實我們如果說 喇 喉嚨很喇 喉嚨很喇 或者鼻孔很喇 哦 國語就真的不會說 或者肚子喇著 感覺是怎樣呢 感覺是好像 你有個傷口 嗯 你在上面 灑點鹽 噢 膚口上灑點鹽 對 或者灑點醋 那種感覺就是喇著的 嗯 是啊 國語我真的不會說 還有一樣我都想說的 就是那些政府的公文 哦 是啊 這邊的政府公文全都是中文 是 很正常啊 對不對 其實香港那些政府的公文 或者文件也好 其實它會是有英有中 是 我先不要說英文 我只是說中文 嗯 看慣了 所以就明白了 但是這裡的政府公文呢 其實很老實講 其實 嗯 是不是那句 什麼 嗯 即是中文字我們都懂 對 但是轉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有點刺體文言文的 是啊 是 尤其是現在當然明白 尤其是那時候我第一次吸附 吸附就是給錢你 哦哦 是啊 所以就 是啊 又是要些時間適應 就是又是要些時間去明白 啊 到底這個字是為什麼 反而這個句子是短一點的 我覺得 因為它用了那隻字 可能等完整句話 啊 你說這件事呢 我突然想到有一件事 就是在 綜藝節目那裡見到 原來呢 問人家 嗯 你 刷卡還是給現金呢 Mashaka Send Jim 它可以說是負現的 原來是 負現 負現 原來是 那負現 即是給現金是負現 可以很簡短 對啊 你要Sherka 還是 負現 對啊 原來我有學到 原來是負現 我在縮點維這樣說法 其實你跟別人聊天聊得多 就會知道 這些詞就會慢慢學得多 是啊 好像上次我之前有分享過 什麼搭配 啊 搭配 搭配 可以很短 就可以說清楚是想怎樣 是啊 以上那幾樣東西就是 值得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至於你說其他那些 我覺得 至於你住得久了 不懂就變懂了 是啊 Angelo這些 一年前 她又不懂聽 也都不懂說 到現在 跟超商店員 可以聊聊天 搭配飯 這樣一點 對 變成 你說溝通這件事 我覺得 真的 做得多 就會自然 有進步 對 差點是快還是慢 對 而且這裡始終都是中文 又是繁體 這樣 最多是法音 還有詞彙 那些 就要慢慢再調整 所以這個 跟我們當初的 期望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們分享就到這裡了 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 拜拜 拜拜